呃大家好 这段视频是要跟大家解说这个 呃教你下载安装及一些 些许的设置这个Google 这个空浏览器啊 啊就是我想现在大家应该都是在使用这个Google的浏览器啊 就是比较多人使用啊 然后 那个 那个 其实他这种刚出来的时候就蛮热门的啊现在 的浏览器都是仿照他这个界面模式啊 这个Google这个浏览器 就是干净简洁这样 啊然后他有支援那个 就是那个Word Excel powerpoint 就是你一般的那个文书处理作业嘛也可以直接在 在那个Google 浏览器执行啊 就是这个 因为我从学校毕业已经非常非常久了所以这个我已经很少在用 就是你有在用的话就是这些 Word啊 Excel powerpoint 这些 然后再就是说 他也可以就是你有时候会在网路上会下载一些PDF的 那个文件嘛 那你也不需要说另外安装那个 那个 FlyC Play的那个 阅读器那个非常非常庞大 你不需要另外装什么阅读器 你只要用那个浏览器来开 Firefox也可以然后 然后 Google热空联网器也可以开 然后现在这个 那个 Edge他这个 Windows10的这个Edge联网器也可以开 都可以开PDF 然后当 他这个还有一个支援那个 在这个扩充元件里面 你可以在打这个PDF 然后他里面有一个那个 那个 Viewer 好像是这个吧 可以支援更多的功能 你就把它点一下 他这边会有一些 就是 你如果用那个浏览器的开PDF 功能就少嘛 你去装一些他的一些 不止这个 还有其他的扩充元件可以试一下 他人那个PDF的那个Viewer 阅读器啊 的功能就支援的比较多一点 这样 啊还有 那个 网页游戏啊 网页游戏那些 都可以 直接就点了就可以下载完了 这样 呃 一大堆功能啦 他都可以用线上这个 线上去那个的控功能取得 这样 OK 然后就是 他 这个 我会把这一篇的图文教学网址贴在YouTube注决这里 然后点一下就到这里 因为这里有一些连结还有图片的文字说明 可以看一下会比较清楚一点 然后可以用这个设定720吗 或宽或全幕 光看这样 然后声音绝对太小是麻辣最大 然后可以点订阅啊 或点这个点不忘 观看其他影片 然后 呃 这个Google浏览器的下载网址是这个 点一下就可以了 然后再来是要跟大家说的一个就是说 我这边用橘色的字特别说明 他这个有分那个64位远跟32位远两种版本 然后我现在遇到一个状况就是这个 百度云管家这个 因为我们现在主流的那个云盘啊云碟的空间是用那个Mega 就是这个 我这边有 Key那个文章啊有空能可以 可以欣赏一下 就是一些Mega的 点NZ啦 以前是co.nz 就是这个空间啦 的都是用这个来存放嘛 用这个来存放这样子 另外一个空间就是这个 百度啦 就是大陆那边 对岸 看你是要叫对岸大陆或内地都可以 然后或者是什么 还有很多名称啦 天草什么的 然后这个 就是这个百度云管家不支援64位远的浏览器 因为我有在下载一些 步步嘛 很多人都是用那个 那个百度云管家就是对岸那边 会比的人都是上传到 百度云管家 或者是360 啊我们这边习惯的是用那个Mega 这样子 但是现在的百度对我们来说 已经比较好上传速度也不会说 跟那个好几年也是完全卡住是没办法上传 他现在是OK 用这百度云管家就可以上传 还是他这个 对我们下载的人来说你 他现在是不支援64位远的浏览器 就是说你 像我这边就是用了一个这个 范例 我就是随便弄范例而已 的这个 他现在有两种模式嘛 啊这样这个就是 你是不能直接 贴上了 他 是要有一个 网页点的连结他要侦测到 那个你上页是有东西他才会 那个出现这个吗 如果没有出现你要重刷一下 他要检测一下 你的网页上页 是什么东西啊就是算一个保护了 然后在他有两种模式啊 一种就是全开 一种就是要输入密码这样 防止被 被倒连了 然后点这一颗有没有他只要超过100200没有忘记了 都要使用那个百度云管家来下载 他只要点了他就是不支持64位远 啊所以我这边是建议你如果有在用那个 那个百度 就是要经常下载的话 到那个百度云盘下来东西 的话建议安装那个32位远的 谷歌浏览器 还有另外一种状况是我有遇到说 就是在 就是Mega那一个 他有一个人有一个 网友回复是说 他用那个Google浏览器 安装那个Mega的 App GP 他下载一个超大的蛮大的一个档 20GB的 很大那下 20GB不是2GB哦是20 他那个其实是 不建议这种做要至少要用RAR分压或ZIP 把它分压成10个等份 就是2G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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子 他那个不是他是直接一个档20G 然后要往下拉拉不下来 然后他这个Google浏览器 就是Chrome浏览器 Chrome 这个浏览器 他就是爆一个那个 你的网络 不是你的那个硬碟啊 好像容量不够啊 Chrome 是我的意思啊 那个 然后他就是爆说你不能下载 我在猜他可能是安装到64位元 啊 这边就是建议你安装32位元 先安装这个啦 就是现在啊过几年后再 换64啦 因为现在32位元的还是比较稳定啦 差点在于说 那个记忆体的部分啊 还有就是我们 硬碟 那个记忆体 因为我们现在是多工嘛 就是有的人那个下面是一整排满满的 同时 执行的嘛 啊有的人是用到 两个荧幕 三个荧幕 同时执行 那个七八个十个 甚至网页什么 那一下就破 记忆体一下就破4G了嘛 啊那一种的话就适合用64位元 因为你记忆体不直接破4G一定要用到64啊 就是你的一些作业什么软体都是要用64位比较好 差别在这里而已 啊就是 呃建议先安装32位元的谷歌浏览器啊 啊因为你像百度云管家不支援 然后Mega他可能 呃会 下载那种超巨大的一个单档那种 会爆那个你的浏览器什么容量不够还是什么的吧 OK 然后到这个页面的时候 我这边有图啦 就是点这一颗按钮就可以下载 然后他这边 这边有没有 这边的下面这一个 这一串灰色的文字是代表你现在正在下的是什么版本啊 32bit位元 这是bit 然后再来就是说你如果是 你如果你要用那个64位元的有没有 或是其他的那个 平台啊 这些平台的话是点这一颗 点这一颗 我这边有写 下载适用于其他平台的这一串文字你就点这一颗 这样一般会自动侦测啊 他就是抓那个网页代码自动侦测 他如果不适合你的 你的平台就自己点 点这一颗 点这一颗切换一下你的下载的平台 OK 就是然后就点接受啊这边就点这一颗 然后就点接受并安装 然后就下载回来这一个了嘛 然后这边是建议系统管理员身份执行啊 因为这个并不是 去一些什么不明的网站啊 就是这个 这边这个Google.com 提到就是官方网站下载的东西 所以可以安全的执行啊 就是用那个系统管理员身份执行 这样子 其实不用系统管理员身份执行也可以啊 就这样子把它点了执行 啊详细安装部因为我已经装过就不再重装 就 下一步到底啊就 就跳过说明了 就是这个一开进去就开始执行安装那个就 那我就跳过说明了就是下一步到底这样 设置的部分就是 这边下面的后面的设置部分大家参考看看就可以 然后如果 你没有那个Google的账号也就是Gmail账号 因为这个是要Gmail账号嘛 现在应该每个人都有啦 因为你 就是我这边的文字说明嘛 你只要有一个Gmail的账号就可以使用Google的所有 服务嘛 那大部分的Google服务你使用这个 Google的服务浏览器会比较好执行这样 那如果你没有这个Google账号 你就可以点这个连结去申请一个 因为这些字要填一下这样 然后去那个申请一下这样 我因为我是有申请两三个 就是 那个ID不好就把 就觉得用那个 就是看个人啦 就觉得ID不好就换一个 这样子 一般一个人 从头到尾用到底就好了 这样 然后有了这个账号 这个差别在于说你 你用这个 有了这个账号可以进行登录 就是点这边这一颗 你安装好这边会灰色的 就是那个 会写一个那个带登录还什么的灰色的 我就没有图 然后你就可以点一下这边这一颗 这样子 然后再点这个按钮登录然后输入账号跟密码 这样 那个账号 然后 就是输入 然后密码是直接用贴上的 因为现在的密码都是用那个 在输入账密码 密码用密码产生器 几乎都要用贴的 产生一串 大小一些的乱码 然后 15位左右 15位18位会比较安全一点 然后就是 那个账号嘛 比如你是什么账号 然后 Gmail.com 然后那个小老鼠 Gmail.com 然后 下面输入 再输入密码 贴上密码 将登录之后就是说 他可以记录你的浏览器的操作的一些操作 就是 譬如我现在 我重贯之后 像我电脑前 那个前几天 前几天挂掉 重贯之后 然后只要安装 浏览器 然后只要这登录以后 他就会把我的最爱 直接就抓 就同步了 就直接我的最爱就是 直接弄出来 还有一些各个网站的密码 登录的账密码 他也会帮你记录 这样就很方便 或者是你在 手机啊 或者是 平板 或者是笔电 登录的时候 你只要有一个 Gmail账号 你只要 然后 用口红浏览器嘛 加一个Gmail账号 你就可以直接 登录他自己 把你同步 这那个 那个 15千个人密码 那个网站的密码 算蛮方便的 然后就是点这个 再就是设置啊 然后点这个 设定这边 就是我现在讲的是一些设定 登录讲完 再也讲设定 啊 你可以从这边这一颗工具按钮 然后点设定这边 或者是贴上这个 空那个 分号 然后 这个是冒号 冒号 说错 口红冒号 然后 那个斜线 Settings 这个 或是你从这边贴上 Copy贴上 一个 一般是点这边 OK OK 然后这一篇就结束到这儿啊 下那个 避免 解说太久啊 就是说 后续的你就是点这个连结 到下一篇解说 OK 这段视频就到这里结束 谢谢大家耐心 收看此段视频 谢谢观看